我第一個男友有一次 我那時候太小了 我還有 等一下這個這個 有啦 這個節目是可以講的 可以 你想 你就盡量講 都要講一點紅色的要怕 來你就用一個黃色笑話什麼 你就直接猜唱了 我是不能問是不是 你為什麼問他這麼知性的問題 問我 我也想要拍攝一下拍戲的狀態啊 不是 我就想說 你就先用一個黃色笑話開場 沒有 我沒有辦法這樣開場 我頂多只是就是愛亂接人家 對 他要就是有那個timing 我不是那種自己突然講一個 誰一直喜歡 誰一直 還是要看一下生涯可惡 乾 可怕 其實啊就是 這邊要喝完喔 好可怕喔 可怕喔 前輩姐 你不要這麼說 欸我們兩個從來沒有 上一個通告前 在吃解酒這樣放的 那我常常欸 我每一次錄影之前我都會喝 你把兩個女明星搞成這樣 對啊 我們剛 在來的路上在車上 經紀人就分那個解酒的東西 給大家吃 然後我一邊吃就拿在手上想說 我現在放得去什麼短告 因為從頭到尾跟戲有關的問題 我都不會問 太棒了 太棒了 又也無話可說 什麼都不能說 我們都是往就是比如說 比較深入的話題 像是什麼呢 像是說欸你跟你老公 我們感情現在怎麼樣 之類的這種 開玩笑的啦 但從這個話題顏色出來 我是對你們有很好奇 因為你們兩個結婚 然後我非常好奇的就是 就是因為我 我從演員的角度出發的話 我會想說 我在戲裡面談戀愛 但我回到我的家以後 我面對我另外一半的時候 要怎麼去切根 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像要練習 不是一開始就可以 妳說妳的另外一半要練習 都要 雙方 所以我覺得 其實跟同行結婚也是不錯 就是他比較能理解 對因為他大概知道你可能 發生什麼事 對阿就是 而且我覺得不是另外一半 也是家人都會 就因為你在戲裡 有另外一群家人 就是都會有一點點 但因為妳跟妳的家人 不會這麼 這麼靠近 對 因為妳另外一半是 每天妳張開眼睛 都睡在妳旁邊 那個很容易 就是 妳心裡 就是 妳不要說女生很敏感 男生都很敏感 對阿我覺得都敏感啦 都很敏感 就是妳在 一個睡在妳旁邊的人 他在想別人 妳是兩人都出來的 沒錯沒錯 但妳想的那個人 是因為妳工作的需要 對 妳可能不是在想妳工作的另外一半 妳可能還在想妳的劇本 對 故事啊 故事狀態 然後現場的環境氛圍 那所有的東西都很容易帶回家 但我問的是 愛情 好妳是問愛情這一塊 因為大家都拍了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愛情劇 確實是有點難 而且我覺得對方都挺想要滿足的 我第一個男友有一次就是 我那時候太小了 我還有 等一下這個這個 妳第一杯莓果乾杯 有啦 真的這個節目是可以講的 可以 妳想 它會 哇 真的假的 妳想要說什麼都可以 欸 妳還在嗎 原來妳飛到咧 乾 可以講這樣可以用嗎 妳緊記了 妳一定會把它修掉的 剛剛 妳就盡量講 我們都講點黃色的要放啦 不是不是 對妳都 來妳妳就 妳就用一個黃色笑話什麼 妳就直接開場嗎 我是不能問是不是 妳為什麼問他這麼知性的問題 因為我 因為我 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拍戲的狀態啊 不是 不是我就想說 妳就先用一個黃色笑話開場 沒有 我沒有辦法這樣開場 我頂多只是就是愛亂接人家 對他要他要就是有那個timing 不是那種自己突然講一個 所以妳喜歡 這一題 還是要看一下生涯規劃 我告訴妳們 妳們就是偶包太重 沒有沒有 很誠懇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就是 喔妳今天計劃到 這個人生規劃這個階段 對 對啊不就是這樣嗎 喔 喔 這完全是正確答案欸 這很誠懇 對 但也是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妳們兩個我告訴妳 就是 毛太重 沒有沒有我私下也不了解 你知道我們天蠍座的人 不輕易跟別人聊這個 我也是 對 你不跟別人聊這個 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對 我只跟我另外一半聊 完全是這樣 那一面別人看不到 所以妳剛剛那些就說 所以妳也會跟妳另外一半聊 我說 不然跟誰聊 還不會跟他聊 不然就 另外一半聊 不然妳也會聊 有 有 有 不然 有 也會 有